两名园警获报到场 这位爸爸不顾小孩 就在旁边和警察对抢 原来是有民众看到 小朋友被罚跪在路边 觉得危险报警处理 案发当天还有民众拍下照片 小孩和妈妈被爸爸当街罚跪 不少住附近的网友留言补充 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这家人父亲常常在酒后 让妈妈和小朋友罚跪 警察来很多次都没有用 记者案图所寄来到事发现场 地点就在热闹的菜市场周边 当地人都知情 但敢怒不敢言 说这位一家之主情绪不稳定 社会局说 今年年初就有接获相关的通报 但家长始终消极配合 家庭暴力防治法规定 违反保护令可以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病科 十万元以下罚金 希望公权力介入能够真的帮到 这对母子 华氏新闻黄飞华林之纯 台北报导 哈喽我是叶鸣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 请订阅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